我叫徐梦瑶 我是一名特教老师 然后从事特教行业呢 已经是第八年了 我之前其实是在地产行业 做营销策划的 当时我们家小朋友呢 大概在两岁半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他其实各 各个方面的一个能力 都是没有进步的 当时也去网上查了一下嘛 也知道这个有自闭症 这样的一个病症 但是总是内心里 还是不想去承认 孩子诊断了之后呢 哪里有这个讲座 我就去哪个城市里去听 当时就会跑到广州呀 上海 济南 青岛 这种各个地方 然后去学习这些知识 回来我就给我自己的孩子上课 但是当我真正应用到 自己孩子身上的时候呢 好像就不太对 然后我就带孩子呢 就找这个专业的机构 相当于是跟着我的孩子 然后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成长 然后就进入到了这个行业里面来 就转行做了这个特教老师 对于普通小朋友来说 他们可能就直接老师的指令 手放好 他们就可以做好了 但是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 能够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试均提示 前期的时候老师可能会边指 边说小手放好 那在后面后期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会手指一下这个 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看这个 然后就可以自己来纠正自己的行为了 我当初最开始接触有一个小朋友 他呢是兴趣面非常的窄 他只喜欢泡泡和薯片 只喜欢这两个东西 我只要一拿出来别的玩具 他就会躺在地上 我不玩大声的大家喊 我不玩这个 我不玩这个 当时我就很崩溃 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然后我就通过和其他的玩具去结合 然后我就把那个泡泡呢 就放到那个啄木鸟的那个嘴巴里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给他 就是拓展出来 他如果跟我一起玩了 我就会奖励他一个一大片的薯片 慢慢的他的兴趣就扩展了很多 有一个小朋友 他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弱的 因为我的小朋友 他学习能力也是很弱 那个时候也跟他妈妈聊了很多 我说我看到他 我就能想到我的孩子 我就跟他说 让他多去拓展他的这个兴趣面 把他这个喜欢的东西变多 然后他才能够有 更有动机去跟你玩 在那个阶段嘛 我觉得可能也听不太近 就是别人给他的一些建议 其实内心里面还是因为不能接受 自闭症他是在整个国际上面 都没有诊断出来 就是他的一个病因是什么 正因为找不到真正的病因在哪 所以我们也就是没有一个针对性的去说 从医疗方面我给出一些什么药物 或者是一些什么手术治疗啊 那现在其实更多的就只是通过这种行为干预 去帮助他们去进行一个康复 我主要是面对于0到6岁学龄前的小朋友 我们把这个橡皮泥塞进去 然后这个盖子给他盖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压面条 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也可以会让两个小朋友去 相互的去合作 增强他们的一个社交互动 科教老师其实我觉得 他是一个既伟大又被边缘化的一个职业 家长对于你可能寄予了很多的这个后望 但是因为很多时候孩子的进步它其实是多方面的 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可能能力就会比较弱一些 那他可能进展的就会比较慢 那家长就会觉得一个月 我就需要看到什么什么样的效果 是不是这个老师不行啊 就会各种各样的想法 就是有时候我没有感受到就是这种社会认同感 其实挺边缘化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会觉得我帮了别的孩子进步 然后帮了别的家庭 就感觉自己的价值可能被放大了 看到孩子的进步 然后看到你改变了他们 改变了他们的这个整个家庭 还是非常开心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